一影車直線行駛 前方突然出現一名富人 駕駛緊急打方向盤望左偏閃避 但根本來不及 整輛車直接朝富人撞下去 下方人員趕到現場 但富人倒在車輪下 早已沒了 生命跡象 這起死亡車禍發生在宜蘭 武捷鄉6號上午9點40分 蔡新駕駛開著一影車 從西濱路三段 往羅東方向行駛 前方一名李姓富人 疑似為了檢食掉落物違規 穿越馬路 其他紀錄器畫面中 可以看到駕駛試圖向左閃避 卻正好和富人走路的方向一致 下一秒便猛力撞上富人 酿成悲劇 駕駛會受傷 理性民眾 想往人員到現場 看電影無生命的真相 蔡新駕駛已經檢測 無酒駕的情形 富人違規穿越馬路賠上性命 整體車禍事故原因 以及相關照澤有待 警方釐清 知有林一神 謝耍一蘭 採訪報導